好 接著到下一套 這套我覺得是今季做功課做得最足的一套 是因為看不明白做功課 是因為它太亂 而我迫著要做功課 那這件事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我也是不好的 我也覺得它太亂 但它終於有一套給我感覺 我才是想追 如果除了踢了孤兒之後 我最想追就是有一套 就是想追下去 知道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你沒有選擇 我都可以這樣說 接著我們講的這一套 就是超人幻想 英文不懂的 英文不懂的 因為它那個其實不是英文 我也覺得是 我每次都以為它是Revolution 然後它才說是Revolution 原來不是你 沒有了N 所以我都不敢讀它的字 我都怕讀錯 我看它標題寫著 超人幻想四個字 我看到它有中文版網站 有中文版網站 有中文版網站 超人幻想 這套東西 我暫時看下去的評價 我覺得是 給我的印象是很差的 其實他給我的印象是 印象差的原因 是在於 我看得明白它到底想說些什麼 但我覺得這套動畫是很急進的 完全我想說的事情 這一個就是 它一集裡面所說的內容 是太過豐富 而它自己是無法處理的 畫面的信息量 我會這樣評價 不是 我會是覺得 我看幾集 它的信息量 雖然說多 但不是追不到 但是我很不喜歡 它的分割畫面 即是它的畫面跳來跳去的時候 它是由 現在跳去過去 過去跳去現在 那個位置 因為看到同一個人 有些情況是 那個角色 沒有一個變化 你就以為原來是接著我 但你看明了之後 才知道 原來那個是過去的劇情 你想一下才知道 如果是 反而第一集有這個問題 但還是第一集 發現原來是 神化四十一年和神化四十六年中間兩件事 之後二三集會開始明白 我會先這樣說 他急進的第一個地方 在於是什麼 其實剛才鏡花也說了 其實他有很多主題想說 而 剛才夜人姐說的 他覺得就是 你都會感覺到 那些分鏡 他都有很多大量的訊息 而 其實 他每一集都有一個主題 而 最重要 我說他急進的地方是什麼 他很試圖去做一件事 就是每集一個主題 而一個主題 必須要一集裡面 我要清掉它 沒錯 這個才是這套動畫裡面 我會覺得最致命的原因 為什麼致命呢 有些題材是可以這樣做 但有些題材 其實 打一個 譬如 就好像說 瘋狼泰 和 昆蟲女禍 那段事件 其實 你感覺不到 朋友 壞人 滅了族 好心做壞事 其實 那一刻 我這樣說 劇情轉移得太快 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根本未對那個角色有深入的了解 以及對這個所謂超人部的理念 因為其實超人部的理念 應該說這個所謂的超人課 他們的目標就是什麼呢 管理和保護超人 但是 在四集的劇情裏面 我以神化現時的 神化的時點 41年 對 那個時點裏面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 他們不是保護超人 他們是趕走超人 我覺得他們只是純粹一群打怪獸的人 老實講一句 我不覺得他們跟超人有什麼互動 中間 因為他這樣說 因為這套東西 其實 很有趣地 我不會說看不明白 是錯的 因為這套東西 是不應該看得明白的 因為他有些東西是未說完的 不是 在那一集其實你是可以看得明白的 但其實理論上 我覺得是 不應該看得明白的 你不應該 為什麼呢 看得明白的人其實 個人應該是有問題的 包括羅在內 你才是因為要做太多的功課 太多的重體 才能看得明白的 這一集 這套動畫 我北下問過數十人 有看的 我有些討論區 有些朋友 看得透這套動畫的人 大體上的人 全部人都看過超過三次 每一集看過三次 他才能看得明白這套動畫 在說什麼 而 說什麼就是什麼呢 就會變成一個態度就是什麼 你看不明白 你這麼蠢 你是要用一個研究的角度去看這套動畫 如果你純粹 我已經不想 我已經不講那個故事裏面 表達那個嫌疑 會不會是出到那個主題 如果純粹以講故事來講 第二集是叫做勉強做得好 第三集簡直是災難 真是不知道那個故事 就是那個故事的混亂程度 我們其實可以再說 第一集其實最主要就是 講回星野輝子 應該是女子 不要發誓 不要發誓 好像被發現了身份 然後接著就邀請他加入 超人科 這個故事其實是沒有醫生的 沒有問題 這裏其實他最主要講的事件 其實就是 格洛斯歐 這個 你當是鹹蛋超人 他也是厲害的鹹蛋超人 應該說要修復他 其實是要 他用好鹹蛋超人的例子 就是 不過他有點倒轉了 通常鹹蛋超人的例子就是 變身那個人就死 所以超人的力量進入給他看 救回他一命 而這裏是反轉了 是超人最害怕 超人 外星人就死 所以人就要救回他 是的 其實這是一個 所謂法律和道德的問題 來的 你現在做事是不是好 但你的出發點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你有問題 嗯 而跟著當然我們的超人 就 這個 寬雲大力的 那沒辦法 格洛斯 其實他就說 你都逼到我這樣進 那我唯有走 其實那個case 其實是很划算的 他一直是宣揚的確認就是 每當有邪惡組織 有怪獸去出現 必定會有相應的超人 去對抗 其實很有趣的 第一集說的是 當這個超人走了之後 就突然之間 世界就冒出了很多不同的 邪惡勢力也好 第四集的劇情 怪獸也好 就是 當一個負責專門對付怪獸的超人 走了之後 怪獸不停冒出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也有一些新的超人 反而會冒出 中間是否是有QK 這個第四集 懸空了的一個懸念 暫時是 反而這個 當然這個理念 後面 最終那幾十分鐘 才開始說 但是最辛苦的一件事 是當我還沒清楚 所有人 是一個什麼身份 這個故事 想說什麼的時候 他不停是用很多的時間 有時候去跳來跳去 他告訴我 好像每一樣都用幾個鏡頭 純粹帶過 告訴你 你要理解那個角色 是什麼 就相當辛苦 我會覺得 第一集裡面最大的問題 其實他講完一大輪的事情之後 之後 之後就講到 在神化四十七年開始 四十六、四十七年左右開始 其實就是說 人吉已經離開了超人火 自己就立了成為一個被通緝的人士 然後再回帶說 原本變成超人那個人 獲得了另一種力量 因為就是他們第一個 修復那個外星人 然後他就拿了他的力量 用他的力量 用他的力量去行使新的正義 其實我看這集 我看得很難的 很辛苦 你一開始就說 原本這個行為是不合理的 然後你中間沒有經過任何的解釋 然後這傢伙又是拿了另一個外星人的力量 去繼續行使正義 那你就是講了些什麼 正正就是樹山所說 這一個是你不重看的話 基本上沒有可能理解到 其實我覺得 你重看 即是你記了些時間序 你重新把那個動畫的片段重新組織一次 第一集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故事 因為它其實是牽涉到它最主要的主線 就是為什麼男主角是脫離了超人火 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它動畫製作組 是想將這段的劇情成為一條主線 我覺得它是做了那麼多集之後 那條主線才會升式 我覺得是這件事 但其實給我的感覺 很不好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它是動畫製作組 跟著這條時間線拍完之後 給我的感覺就是 將那段影片用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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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然後重新打亂 打散整個動畫 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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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都未清楚這兩個角色是什麽 你已經講了一大堆 挑戰到劇情 他就預計了最後是要對立 我當這是一個倒序法 第一集我說我勉強放過你 然後第二集你跟我說 你介紹另一個角色 但我反而會覺得是這樣 第一集當然 因為當你連這些角色和超人貨在做什麽 中間那些能力發生什麽事 這些都未講完的時候 就開始嘗試用這種時間線 不停跳來跳去手法 當然造成很大的混亂 但到二、三集開始 當這個故事的主題慢慢清晰的時候 而你發現第二集也好、第三集也好 神法四十一年到四十二年的事件 和四十六年的事件中間是有一個關係的 兩個是怎麽影響到前面的事件 怎麽影響到後面的人的發展 我反而覺得那兩個時間的事件 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你要在你自己的腦裏 將那些動畫的片段自己重新編輩 你才明白動畫想說這些東西 我會反問一句話 在鏡花的心目中 這套東西的主題是什麽 他這裏想說的就是 你的正義是什麽 他這裏說的前面就是 每一個邪惡都會有一個正義的超人存在 但開始就質問就是 為什麽正義去到四十四十六年 當然他未說那時候發生了什麽事 正義為什麽是越來越模糊 正如機械營警所說 就是這個 營警的一個人 他是機械人 柴萊人 他說我那時候覺得 我是可以保家衛國 但為什麽我去到四十六年 神法四十六年之後 我可以保家衛國 因為我已經腐爛了 我要用炸彈去炸毀奧運會 正義在這四年間 不是五年間 變得很模糊 這個也是 風浪泰在這裏說的對白 我會好奇 有一個原念就是 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麽事 令大家有這麽多的改變 那個動畫片段就是 我剛才所說的 他剪了出來 可能會放在 再後的集數才出來 這條是放在一條主線 這是一個復不 我相信這個復不 其實和主角為何從超人貨離開 我相信也有關係 或者這樣說 我們用這個所謂的推論 去解釋這套作品 就是什麽呢 神法四十六前和神法四十六後 我這樣去區分 簡單些給大家去區分 這兩個是 有兩套所謂的正義價值觀 而兩套正義的價值觀 其實都是沒錯的 而問題在於 為什麽你會覺得 不知道想說什麽 我覺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首先 沒有角色是貫徹他的所謂的正義 他所謂的正義 我這麽說 這套內 我會覺得有一個最失敗 亦是因為他現在這個做法 帶來的結果就是什麽呢 沒有人是根據他自己的正義原則去行事 你看不到 你會再覺得他那句正義就是什麽呢 我就是正義 你吹 殺人不對的 然後跟他說 我殺人都是為了正義 我殺人都是為了正義 即是你覺得這傢伙 給不到任何說服力你 他說什麽 就是說 你說一個道理 一個空泛的道理 人人都會說 我們怎樣解讀都可以 我們怎樣賦予給你一個解讀都可以 但是不能夠令我認同你 我會覺得是這樣 我是一半認同的 神花社錄之前 故事時間不停的 四十一、四十二 大家的角色 他的性格 如何驅使他的行動 這方面描述的確是很不夠的 這也會令到為何他看得這麽混亂 這麽無的原因 但還未暫時可以否定到46年後的事情 因為角色怎樣對他正義觀有所改變 正正是故事想說的原念 故事一天未說 我就覺得還未可以這樣否定 因為他是擺一幅筆的 其實我有個推論 很明顯 動畫前面有說給你聽 結果也有說給你聽 他是剪了中間那段 其實這個就是做一個懸疑的地方 就是 相信頭好幾集 四十一、四十二年 你會見到動畫一集 介紹一個性子 如何進入超人貨 第二集是介紹一個狗 風浪泰 如何進入超人貨 第三集是介紹一個警察 那時候 他每一個角色 我相信他每一集 就會介紹一個角色 他當初進入超人貨 或者是那個環境 那個心態是怎樣 他會告訴你 但是你會見 他到中間 吹插了 在若干的事情 發生了之後 他那個狀態會變化 就是 男主角就會離開超人貨 甚至乎是被通緝的一份子 究竟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警察 他的正義觀 完全是顛倒了 反轉了回來 究竟中間那件事 就會給觀眾吸引力 就是說 你很想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導致他這兩個人物 會變成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動畫 就是做初衷 是這樣 但是我 老實說 我看完這四集之後 我覺得看得很辛苦 辛苦是必然的 我知道他想做什麼 我想在座我們三位主持都覺得 這套東西會看得很辛苦 對 就算我是期待劇情發生 但是我都覺得辛苦 而辛苦得出來 我覺得 四集 每集的辛苦 暫時的結果是不成正比的 好沒有回報 是極度沒有回報 是嗎 我看得明白這個故事之後 我發覺就是 他在說一件很簡單的事 但是他用了一個很複雜的手法 去present 就是說什麼 你找到之後 你就會發覺 我為什麼要去找這個答案出來 這個答案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看出來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你做這件事 其實 一開始就說 他急了的原因就是 他太早做這個 我老實說 我覺得你應該做三四集 正常的 之後 你才去這樣拆 那些人會比較容易接受 老實說 如果你現在這樣 你這樣拆十二集的話 我覺得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就是做那個人覺得有趣 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的 但是 我這樣說 現在看得明白的人 覺得有趣 其實他並不是有趣 因為老實說 有趣是一個共同意義 當然如果大部分人都看不明白的話 這件事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這個不是一個學術題材 這個不是一個 而老實說 他前者有一套 我覺得 講正義 講英雄的東西 是比他更加強的 吉澤民在前 很現實的 告訴你 他也是有講所謂的正義 其實跟這裡的理念是差不多 正義是沒有絕對的 但是他不是用一個很複雜的手法去告訴你 他現在這裡就是試圖用一個什麼呢 用一個很花巧的手法 對比 所謂叫做什麼呢 未來的我 打到今天的我 打到今天的我 對 這個概念 但是中間發生什麼事 他一定是保留到最後 他如果這樣保留到最後 就算正義說他給了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理由 我都會一定 我現在這個視點 我未來都會這樣說 他這樣一定是做得不好的 因為 你的觀感已經差了 除非這一本是一本小說 不過小說也有危險 我沉了十多頁 你這樣給我看的 我已經被覆了 我已經被覆了 你現在這個話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講一下 剛才鏡花所說的吸引力 想知道是做什麼呢 在我自己的角度 我純粹是因為我不服氣 我是不服氣 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而我又覺得 我看得懂一些東西 我想知道 並不是因為他有趣 所以 我看這套東西 我是看到有一點點火滾的 我自己也是 我是有一點點火滾的 看下去 你說的這件事 我是明白的 但是你用一個這麼複雜的手法 表達出來 我是明白 但是我心裡不知道 為什麼有條火 或者這樣說 視乎你對這個懸疑片 是接受力量的高低 你問我 他作為一套懸疑片 一定不會很高手 其實我覺得 這套不算是一套懸疑片 純粹是說 他中間剪了一段 我想要說 那個懸疑的地方 在於那個手法 是怎樣去製造一個懸念 那種懸疑 不是說它是一個mystery 的懸念 不過我非常認同 剛剛雪人說了一句 就是說 完全是看到 是導演和編劇 是拿著自己的興趣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沒有理會 他放了很多 自以為很聰明的 一些間諜片 裡面有那種拍攝手法 我用幾個鏡頭 看到那些人 你應該知道 他說什麼 我不需要說太多 那不型 分鏡一定要剪到很碎 令到你覺得很有節奏感 第三最重要的事情 他捨得太多 這個 舊年代的 超和年代 已經射回日本的事件 捨得太多 舊的特殊片的緊 然後反而模糊了 他沒有花太多時間 去說主線的事情 我可以這樣說 這一套的極致 剛才鏡花所說的事情 是第四集 因為第四集說的黑幕 全部的事情 尤其是在這個所謂怪獸養成的位置 你如果看得不深入的話 就是根本上 就是 變身那隻妖狐 那個拍檔 他就是黑幕 如果大家看不到 看不透的話 其實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才是最大的黑幕 因為其實 少美 你看到他的鏡頭裡面 他沒有出現的地方 其實他就是 那個怪獸公司裡面那個人 就是那個秘書那個人 我看第一次 我是看不透的 因為我習慣了這套 我已經看了兩次了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這個 我甚至認為 自己是一個白痴 我自己是 為何要說這套這樣的作品 看兩次 我看第二次 我就看到 他原來是這樣寫的 我不敢說 這樣是不是叫高 還是我蠢 我看一次我看不明白 他有很多 就是剛才鏡花所說的 就是他剪得很順 或者他藏了很多 用一些所謂的剪接手法 去處理這些 我覺得他甚至不是給所有觀眾 看得明白 他只是想給 百分之二十的觀眾 看得明白 又來 這次老實說 我不敢承認 我這套東西 我是在百分之二十裡面 我最多是 邀請的 他裡面的東西 我還是看第二次才明白 我看巨型 我看一次我就明白 你也是超人 所以這套東西 我這樣說 我不是很建議 大家對一些 他沒有劇理順序的人 去看這一套作品 或者邏輯思維 是有困難的人 不要看這套作品 是的 我經常覺得 應該會有神人 將動畫完了之後 將所有的動畫片段 順回時間線去播出來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意思是邏輯思維有問題 一個編劇和監督邏輯思維有問題 不是 觀眾 觀眾的邏輯思維 你對於排回時間線 是有問題 其實是可以的 我覺得他根本上 他是想有人這樣做 因為最容易剪的位置 是甚麼 當你看到神化XX的位置 開始剪 然後就將它拍到一起 其實我們也剪到 但問題在於 一個觀眾 不應該要他做這件事 某程度上來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就是 你製作群是期望 我們去做一些 超越了觀眾應該要做的行為 應該說這套東西 他做給考究黨看 老實說 我不敢說這套東西好不好 但這套東西 一定不是給一般正常觀眾去看 當然 我知道 就算現在小學生的題目集中 都不是給小學生去做的 應該說 那些大人都是看不明白的 可能就是要小孩子才看得明白 應該要發封信 或者問製作群 這套東西 其實你應該是給年齡層 一個人看的 其實是給自己最高興的 說實話 他既然都是說 他致敬的都是一些超和年代的新聞 超和年代的特殖 可能是給你的年紀 都是超和年代出身的人現在看 要發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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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唯有找毫顧回來 好 那我們這套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